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此同时 一名女子也正骑着电动自行车行驶到同一路段 当两车行着解放东路南岗西一路又转弯处时 意外发生了 她刚好我是拐弯嘛 因为我是拐弯 她有个盲点 刚好就在那个盲点上 看不到了 我听到一听到她这声 上车就上不完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老肥子 就是后面有东西在用力推我 我就倒了 听到那种 就是车子挨到的那种 就是壮大的声音 当我回到我看一下 我的腿就没了 我当时那样子 我说完了完了 李月龙驾驶着重型货车把玉琴撞到在地 重型货车的右前轮死死压着玉琴的右腿 那个腿全部都烂掉了 当时我看到那个这个腿就全部没有了 就跟 全部就是从这脚断掉了 全部就是 我肯定知道后果 我就 我最最最最最最就是说 轻点的后果就是说 就是把腿这个腿就肯定是毁掉了 第二个了 我就发力到了 我说不定 我就这下就说不定就要走了 那我都感觉 被撞到的疫情 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 拿起电话 打给了丈夫杨国斌 他说 你赶紧来啊 他说我脚子断掉了 我当时以为是被什么摩托车 车子撞一下断了 以车户现场地不远的杨国斌很快赶到了现场 而现场的惨状让杨国斌惊呆了 看见他就是躺在轮子底下嘛 他那个车轮就是前轮压到的嘛 那个腿都翻起来嘛 当然地上有血嘛 有啊 不是血 而是骨髓 骨髓就是 车上的骨髓 他那个脂肪 当时整个人都蒙在那里 傻的 此后 受了重伤的郁琴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虽然最终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郁琴的右腿还是没有能够保住 手术之后 逐渐清醒的郁琴意识到 自己最不愿看到的事实还是发生了 我感觉到这一步是 他那时候 我老公是你 我做生手的生理也不是完啦 但是 我心里偶然过他在我身边 我都是控制自己 尽量控制自己 不要流眼泪 我跟他不在的时候 我一个人就是 在那里哭 我不想让他看到我更难过 这是发生在两年前的一起交通事故 在这次事故中 受害人郁琴失去了右腿 经过相关部门的司法鉴定 郁琴的伤残等级为肢体损伤五级伤害 事故发生后 当地的交警部门也对事故责任做出了认定 重刑货车司机李月龙负全部责任 如今 两年过去 郁琴的现状究竟如何呢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给他们带来无尽的痛苦 这根本没办法生下 好多的那种 就跟被贴醋的那种痛苦 专门前 他们互相让 他双方抵触情绪非常大 矛盾还在悄然升级 他们能否心平气和 冷静面对 双方的恩怨最终能不能得到化解 艰难的赔偿 一线继续播出 早上起来我带着我做事 家里的基本上的洗衣服 跟小孩洗澡 稍微做饭那种也做了 跟买在家 我老公在家就买了 有时候叫灵妻大一点 因为我上街买菜也走好多路 我走 走 腰好痛 走不动 两年前的那场车祸 让玉琴失去了右腿 如今 他只能靠佩戴甲织进行活动 就是天乐 这个甲织好乐 根本不想穿 是没办法 现在如果当然讲究走路 能看来不一样吗 肯定啊 肯定不一样啊 这是怎么不一样啊 拐呀 拐来拐去的 就是根本没办法睡觉 好动的那种 2000年 玉琴和丈夫杨国斌从老家南昌县的农村来到南昌市 玉琴在一家制衣厂工作 杨国斌平时给人当司机跑护运长途 为了多挣钱 杨国斌往往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久而久之 劳累过渡的杨国斌身体出现了状况 杨国斌现在每天都要喝中药来调理身体 跑长途的活最多一个月干一次 更多的时间就是在家照看两个孩子 而玉琴出车祸的时候 她的小女儿当时只有两个月大 那时候我自己都自身了 爸爸还有别人照顾我 那你还是怎么办呢 那就寄给别人带了 就那个时候我就是就托付给别人帮带了 就拿给人家带七百块钱个月嘛 那为了生年结果就是说 那好大年纪的老人家带的 带的不好 老是生病嘛 到我张了甲子以后 到我刚张甲子我就把我小孩接到自己带嘛 车祸之前 玉琴在这一场打工 每月能有将近三千块钱的收入 一家四个人的开销就靠玉琴一个人为耻 但是一场车祸让玉琴失去了右腿 使她无法再从事以前的工作 也是这场车祸让嗷嗷待哺的女儿 不得不寄养在别人家 整个家庭一下陷入窘境 我在那时候生活 孩子我都要承担了 可像我住这个是高老屋 是理由这个样子 我真的不跟小学 我们将来是什么样子 如果说的夸大一点 就是说 基本上接不开锅了就是 因为在 刚刚做完 做完手术做完了咽 然后又装了甲子 因为我为什么一开始一出院我就让他去走甲子 我就能够让他能走路 心机舒服一点 我就说一次我问亲戚朋友 借了几万块钱 然后回去把那个甲子先装上去 你也想想我们打工的能挣多少钱存款 2011年9月27日 也就是车祸发生的20天后 欲擒一纸诉状 将交警部门认定要付全责的肇事司机李月龙 告上法庭 要求判令被告方赔偿包括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 精神抚慰金等在内的赔偿款 共计77万2502.11元 案子是非常一个事实很清楚 法律关系很明确的 一个很简单的交通施工案子 有确定这个原告的受伤审视到底有多少 包括他的医疗费 那个这个营养费 住院佛事补助费 商产赔偿金 他是商产五级 五级是结了一次费 这个有大概有三十万块钱 二十多万块钱 然后还有那个残支 甲支 安脏费 大概有三十多万块钱 这样全部的费用 合拢起来 大概是七十四万块钱 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 受理了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经过调查 法院认为 原告预行的诉讼请求合理 应当予以支持 但是七十多万元的赔偿款 对于赵氏司机李月荣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作为原告来讲 他很很想尽快获得这个赔偿 这个本案当中这么大的赔偿数额 司机要赔偿是赔偿不起的 因为一场车祸 郁琴失去了右腿 失去了工作 一家陷入了困境之中 与此同时 郁琴的后续治疗还需要一笔不小的金额 因此即使拿到赔偿款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尤为重要 赵氏司机李月龙 对交警部门的认定没有意义 他也不是不想赔钱 只是他拿不出七十多万块钱的赔偿款 这该怎么办 看似尴尬的局面 会不会出现转机 郁琴一家人 还能不能看到希望 原本平静的家庭 接连遭遇种种困境 探测之后 本来明朗的局面 却又再次变得复杂 他们之间 为什么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艰难的赔偿 一线继续播出 郁琴遭遇车祸后 整个家庭陷入困境 很长一段时间 郁琴都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 他说 只有在梦里才能找回以前的自己 可是等到梦醒时 又不得不重新面对残酷的现实 我做梦都是做得好 都是做着自己的腿晒呀 都是觉得 我经常还被做梦 做梦自己的腿晒 上楼跑步啊 跳来跳去 没什么影响 但是醒过来 又是做梦 我就是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了 我想离开这里 就感觉 因为这里带给我的 那位飞鱼 我不想带飞鱼了 就是 我想离开这里 法院受理这起案件后 郁琴一家迫切等待着有一个结果 他们期待能够早日拿到赔偿款 然而 照射司机李月龙 确实没有能力进行赔偿 难道就没有办法解决赔偿难题吗 经过调查 转机出现了 原来李月龙并不是赵氏车辆的车主 赵氏车辆和南昌光辉贸易有限公司所有 而李月龙是该公司不用的司机 这就存在一个法律关系 因为这个司机是南昌光明有限公司的故宫 那么说故主应该对故宫所发生的这种责任 要承担连带责任 那么说我们好像是应该是判断说这个单位 公司来进行连带 无法官说 按照这样的法律关系 光辉贸易有限公司负有连带责任 司机李月龙没有赔偿能力 那么公司就要承担这笔赔偿款 除此之外光辉贸易有限公司 为赵氏车辆投保了强制保险和50万元的商业险 那么保险公司也应当是赔偿者之一 应该是两个当事人被告来进行承担 首先保险公司在强制保险范围里面承担12万块钱 然后在第三者责任写范围里面承担50万块钱 这样就是62万块钱 那抽出部分就应该由单位公司来进行连带赔偿 2012年10月13日 在交通事故发生了一年多以后 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 由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做出一审判决 原告预勤应得赔偿款74万6252.11元 其中保险公司赔偿预勤共62万元 光辉贸易有限公司赔偿预勤12万6252.11元 这个结果你们接受吗 就是我们老板也是也会那个 需要赔钱需要赔那十几万能马上兑现吗 熊光明是光辉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他被公司委派全权处理这起交通事故 熊光明表示公司接受一审判决结果 那么这就意味着 郁琴会很快拿到赔偿款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一件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光辉贸易有限公司上述到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一审判决表示不服 昨天我们已经跟郁琴做了工作 也已经定了今天九点半要到法院 我们进行初步定了一个调解方案 要他来签看看能不能定下这个调解方案 此案能否调解结案 2013年6月18日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准备对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进行审理 然而开庭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 被上诉人遇情却迟迟没有到庭 现在已经十点钟了 被上诉人遇情这边还是没有到 至于这种情况 我们再跟他电话联系 再进行沟通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到法庭接受调解 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调解行 调解方案 调解意见 遇情的委托代理人丁律师和上诉方 一直在等待遇情的出现 可时间又过去了十分钟 被上诉人遇情仍然没有到庭 经过商议 法庭决定庭审照常进行 现在开始开庭 先由上诉人宣读你的上诉算 上诉人 第一 撤销原审相方看识 改判状况能够承担 十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二点一一年 好 本案一二十四十五 费用 被上诉 是很简单的 这次被解决了 我说这是后期的事 他不同意 他叫你去交 交个三万五万 他说你先交到医院来 我问题是你那个卡上还有八千多块钱 你先治完以后 我们老板 他跟我们老板也打电话 他恐吓我们老板 怎么恐吓 他说你不来 我就在跟你拼命 原来在车祸发生后 郁琴被送往医院救治 荣光明作为公司代表也赶到了医院 并垫付了两万元的治疗费用 之后 郁琴的丈夫杨国斌和荣光明 就一直保持联系 郁琴在医院治疗期间 杨国斌告诉荣光明 让公司再往医院交卸钱 可是荣光明发现 医院的账户上还有八千元没有用完 因此拒绝了杨国斌的要求 杨国斌只好跟公司负责人进行联系 因为治疗费用的问题 双方产生了口诀 作为受害方 郁琴的丈夫在言语上没有把握好尺寸 虽然有些不妥 但是杨国斌当时的心情应当可以理解 难道光辉贸易有限公司 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 才改变态度上诉的吗 我们老板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好在意 赔钱我们老板说可以赔 问题是你在法院司法单位打的人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是同等案子在一起是 不是同等案子的话 你也不可能无缘无故跑来法院打我 是不是 我们就是不同意 我们就要起诉 寻光明说 这在法院一审阶段 杨国斌不但辱骂了公司老板 甚至还动手打了自己 事情果真如此吗 面对寻光明的指责 杨国斌并不否认 法院叫我们两个人过去 正好是同道了 他送材料 我也送材料是怎样 但是我当时也比较激动 他推一下我 我就反过去打他了 我就 你怎么打他 我就说打他 打了他脸 他冬后打你打严重吗 出血了吗 水出血了 啊 一直出血了吗 那你能理解他吗 你能原谅他吗 当时肯定是不能了 毕竟我年轻了 年轻的人毕竟脾气比较暴躁嘛 你当时肯定也暴躁 啊 当时他打了我两拳的时候 我本来我也想 我也想去找人 到外面搬他一下子 当时两个人在法院里发生了冲突 法院工作人员 及时制止了两人的打斗 熊光明为此还报了警 提起这件事情 熊光明至今还很气愤 老板念不下这口气 你知道吧 为了老板派出的人被人家打了 老板心里也 也不舒服 你是当时的 你也不行 被打了 你验得下这个 当然我也验不下这个 我也是个打工的 你干嘛打我的 我又不是司机 我又没撞到你 现在就是因为出现那个事情了 所以这个印象就自然 你们的钱不愿意 不愿意 对 双方之间的毛策骤然升级 本来事实清楚的案件 也由于人类原因变得复杂起来 在医生过程中 光辉贸易有限公司 就专门向法庭提出 对疫情的伤情鉴定结论有意义 要求重新做鉴定 这案子嘛 我们法院是六个月审计 后来基于这种情况 我们就办了延期 延期这个审理六个月 就一直在这里拖 开始是说打架 又耽误了半年 后来又做甲子鉴定 后来又做伤残鉴定 后来又找一个乱七八糟的 油出来 然后实在是找不出理由 那就只有开庭了 开庭过了一段时间 执行了以后 他就到中间上诉 这些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案件 久拖未决 两年时间过去了 郁勤仍然没有拿到赔偿款 这让他感到了绝望 如果当时我有打 我真的想支持他 如果他在我边界 都有这种想法 我们来梳理一下 双方的矛盾根源 公司方同意赔钱 可是受害方心里不平衡 所以他就开口骂了人 还动手打了人 这下公司方可不干了 既然撕破了脸皮 那么我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来拖延你 就是不让郁勤 顺利的拿到赔偿款 而这笔赔偿款 又是郁勤一家 非常迫切想要拿到的 因此双方的矛盾 就越积越深 郁勤心里明白 公司方这次上诉 还是无理取闹 不以拖延 那事实果真如此吗 看似简单的案件 突然变得越来越复杂 被受煎熬的他 再次经受无情的打击 受伤的心灵 最终能否得到抚慰 艰难的赔偿 一线继续播出 少数人认为 袁漫杰在认定上存在错 不以以承证基地交换 计算准备 对少数人 戏容颜不齐 正对袁漫杰在认定上的错 少数人依法提起少数 成绩二人法人依法感 他们的案件 少数人不承担十二万 用战状态的武器人 一一批准备了 只能够到处中心的地方来 遇到来 和他们的贸易公司 成络了 出乎意料的是 上诉方 这次做了充分的准备 他们对一审判权的赔偿标准 提出了异议 针对上诉方的说法 被上诉人 遇情的委托代理人 产出了不同的观点 作为遇情的委托代理人 先代入答辩人下 答辩人 去竞争务工的农民 虽然为农村 但在城市工作 生活 居住 经常居住地区 和主要收入来源 均为城市 有官司派培杂队员 应当根据 台湾市的城市居住 相当标准结算 由于上诉方 和被上诉方之间的 机怨很深 因此双方都未到庭 而是委托各自的代理人 参加庭审 下面开始法庭辩论 先由上诉方 发表你方的辩论意见 被上诉人一起提供的 机委会的这个 宗伟委会的证明来看 他居住地区 湖南朝市 湖宝镇 李向寺人村 从行政期立画画来讲 他是一个名字 是宗伟委会的建议 并且稳稳地 耗用 城镇 人港的人生 是还比较标准的 我这个第一人 建议的意见 就发表了解 下面由非上诉人 发表你方的辩论意见 李向寺会 是属于典型的城中村 该村并没有更多的农业 或者说 与农业有关的相关性 也就是说 它早已有城镇化 因此呢 我们认为 对其 三军党建议也好 对富裕的城镇也好 均应按照城镇标准 来进行计算 法庭上 双方委托代理人 就赔偿款的标准 到底是按照城镇 还是农村标准来计算 发表辩论意见 而对于法官来说 这起案件的法律依据 已经非常清晰明了 司法解释也有明确的规定 虽然这个受害人是农村户口 但是如果他在城镇 连续居住一年以下 并且是在有自己靠自己的劳动 获得经济收入 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 可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 对于法院来说 对这起案件做出判决 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法官也了解到 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由来已久 如果做出判决 可能并不会产生好的效果 据我们了解 这个案子在一审过程当中 双方的矛盾已经很尖锐 如果一直判下去以后 更会计划双方的这个矛盾 也可能判下去 执行是一个大问题 有可能迟迟这个赔偿款 执行不到位 那么给疫情的生活 也会带来一个影响 因为拿到赔偿款 尽快拿到赔偿款 应该更好地去治疗 然后辅助家庭 恢复到平静的生活当中 如果只是依据法律做出判决 而不设法解开双方的心结 光辉贸易有限公司 会不会依据判决 对疫情进行赔偿呢 假如说法院判个十万 你判个十万 假如说你要跟我来接钱 他说我不是赔你十万 好吗 你接吧 我在这里等 我没有 你拿我干嘛呢 是吧 我坐牢不可能的 真没有啊 你可以去查查 公司没有钱了 账上公司没有钱了 确实是没有啊 每个月每个月每个月进出都 公司账上也也看得到的 没有 没办法 法院认为 如果对这些案件做出二审判决 那么上诉方还是不服 而受害人欲擒也很难及时拿到赔偿款 双方的矛盾有可能再次激化 因此法院准备采取调解的方式来结案 调解应该就是说是一个最好的结案方式 一个共赢 双方都能够达到一个心平气和 把这个怨气平复下来 双方都把一个事情矛盾也最终也所有的解决 还是一个最好的 对这个本案来讲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也是我们所希望 所希望能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果 经过沟通双方同意进行调解 疫情的委托代理人按照疫情的意愿提出要得到十万元的赔偿款 最高人民法院在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中已经明确 各级法院要牢固树立调解优先的理念 而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算得上是一起典型类的调解案例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还特意邀请了九位全国人大代表来到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起案件的停诊过程进行谈听 为什么这个案子 它能依托差不多两年 一个普通的叫做早市的案子 刚才我也提到 这里面这个案子中还有一个治二的案子 只有这个把这个里面那些矛盾化解呢 以后的执行包括本次的调解 那么才会来达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那么怎么去体现这个治二案子在本案的调解中呢 一定解决 这是我们只能从这个数据的金额上得到期限 疫情的历史提出来了是十万 我们其实这个数额有点高 如果能适当我们再调一下 多调体现一下 那么我可以跟老警 跟我们跟贸易公司的老板做一个交代 那么这个调解的成功的激励就必须 这开票有十万 我们这里肯定是不会出的 也调解不了 我就把底给了法官 把我心里的底给了法官 我心里的底是多少 顶多五万 如果不发生这个纠纷的话 他说赔十万 他们也认为可以 但是现在因为发生了这个纠纷 他们说如果是说能够再浪布 在你们这边再相应地做出一些浪布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疫情的老公 这个打人这一件事情 他们就不再追究 疫情的代理人那个丁律师号 你看你能不能跟这个疫情 加上来 跟这个当事人本地 电话合同一下 反正不容易咯 为什么呀 我们本来就找法律神经 法律上班是我们的那不 没有 没有 你像我们 当这个最便宜的价值 都是四万多块钱 不是成型的 你看 这哪能走的 到这个不仅哪个算计去 你当商人想走 到市场上买些菜 就买些 因为今天一个值也没有 因为双方针业很大 风景也调不成 那么你们分头回去 我说法律神经 行吗 好的 好的 调节工作进展并不顺利 双方没有达成共识 但是法官认为 既然双方都有调节的意愿 那么总会能够找到一个 让大家多满意的方案 于是法官分别和当事人进行沟通 经过沟通 光辉贸易有限公司 同意把赔偿款的金额 提高到七万元 并且不再追究杨国斌打人的事情 那么玉琴和丈夫杨国斌 能接受吗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刚刚也已经讲得很清楚 还是尽量的能够调节 这样尽快拿到钱 才是最根本的事情 这个东西 我首先要感谢你们法院的 能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反正说 不管是多满意 但是我也是 没办法的情况下 你拖不起 我拖不起嘛 我们这边也在尽量的做对方的工作 但是现在我们法院 根据我们条件一往半的经验 我们都会拿出一个方案 到时候就跟两个双方进行沟通 就是欺负在这个基础上七万块钱 行不行 你们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不愉快 都就此了结 就霸解了 你也不要去谈 他这个民众们 他这个民众双方在地下过程当中发生的最不愉快 他也不再去派出所去想这个事情了 就是说七万块钱 他一次性付给你 签协议那边 当然把钱付给你 也就尽快的把这个事情解决 玉琴和杨国斌并没有说同意或是不同意 但是他们答应 在2013年6月18日再次开庭时会到庭的 结果6月18日开庭那天 玉琴却迟迟没有出现 那么玉琴还是不能接受调解条件吗 正当大家感到失望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法庭中 经过法院做工作以后 他们就同意一次性赔偿被杀署人 疫情各项赔偿款即人民币七万块钱 就是包括已经已付的两万块钱 被杀署人这边能否接受 这样做什么 我都有留在这里 跟他们在刷卖 看看什么事 好可以 对于您的工作 我们要是感谢 同时也愿意接受 刚刚的刷工 刚刚的刷工 好 那个原审被告 这个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是南方中心资公司的 我们同意一起保证会在第一时间 将保险 这方的一百千块的任何委员 直接给务 当作个人的任何报告 好 各方当事人对都能够达成一致的协议 由各方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 有对吧 好得好 那就是他妈的东西过来 调解已经签好了 先来刚刚已经调解签好了 他这边就把那个写 过来这边写个条 对 你这边就写个条给他 好吧 这个事情就这么处 写个收条吧 就写个收条 就写个收条 受害人玉琴在最后时刻来到了法庭 双方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 玉琴当场就得到了南昌光辉贸易有限公司的赔偿款 再加上保险公司给的赔偿款 玉琴一共得到了69万元 这场历时近三年的官司 终于有了让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如今玉琴也在积极地进行着后续的领调 对未来的生活 他充满信心 这里是音线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是 大HAN 李宗盘 什么事 他都在写上